倒什麼 到底在幹嘛 到底有玩沒玩啊 有 這裡有美麗動人的 還有帥氣破表的 飛碟胖小子 帶你一起 飛碟有玩沒玩 有玩沒玩 飛碟有玩沒玩 有玩沒玩啊 沒玩沒玩啊 飛碟有玩沒玩 歡迎在每個禮拜天晚上六點到八點 鎖定飛碟有玩沒玩 我是帆小子 現在聽到的歌曲 宇宙人 Oh girl 現在變成Oh wife 恭喜阿葵 恭喜 要這麼神奇 因為一個跌倒一個不小心 請就這樣鋪上去 鋪上去 鋪上去 塞東西 請不要 翻出去 請不要 因為我要我要唱歌給你 讓你笑不及 雖然你不講道理 但還是一個美女 我想要假裝不理你 但最多只能唱一秒而已 再讓你對我懷疑 請找出一些證據 但我們也有什麼成績 只只想對你判斷的東西 再給你 一件事 都想對你 照顧 除了 那 不要 不注意 他 就是 你 oh girl 发生了一些事情 昨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女孩 再跟她亲下去 亲下去 oh girl 先不要这么生气 因为一个跌倒一个不小心 真的不想去 不想去 请不要 太高兴 请不要 搬出去 请不要 会哭泣 不值得你演的一滴 以为我要我要整个给你 让你笑不起 虽然你不讲道理 但还是一个美女 我想要假装不理你 但最多只能只一秒而已 但愿你对我怀疑 想找出一些证据 但我没有什么证据 只要只要想对你们最难踪迹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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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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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地球漫步專輯 Oh girl這首歌 讓阿葵認識了她現在的 Oh wife 三三 在剛過去的這個禮拜二 宇宙人就在粉專發布了一個 消息就是阿葵跟 三三結婚了 而且他們是拍這個MV 認識的 因為他們一開始 應該是下午還是傍晚的時候 就先發婚紗照 就是他們一個很可愛的合照 那時候大家就尖叫說 Oh girl的場景 他們復刻了就覺得特別有意義 小玉跟FunkQ他們還特別 就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就是租那些道具啊 然後再把它 然後還串通了 就是同人在拍婚紙殺的時候 然後帶著新人到現場 然後阿葵也是很開心 就是哇沒想到真的會有這樣的場景 這個東西出現這樣子 他們那天晚上就同步發布了 當時籌備這個 婚禮驚喜的影片 哇 一開始就是在想說 啊要送給阿葵怎麼驚喜呢 我覺得這個 要不要去找一些 他很喜歡的吉他手 他就覺得 你要去找John Mayer啊 要找什麼吉他大神 好像有點困難 好像有點難的感覺 然後後來小玉就靈機一動 想到說啊 他們既然是在這個場景認識的 不然我們就再來打造一次 看他們會發現 再重現一次 對 就串通了大家 欸宇宙人真的還蠻久的欸 太空警察 對對對 花花啊 要去高雄 對對對 後來到FUNQ的加入 一起去跑步 對 原來那張專輯已經是八年前了 好久 媽呀 八九年了 好可怕 我突然發現 怎麼覺得明明才剛剛開始 對啊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我去看他們 呃 FUNQ加入的第一場演唱會 喔真的喔 欸在The Wall 嗯 就還在The Wall然後小小的 嗯 然後覺得哇 現場真的是變得 因為原本就是 未胖他們離開會覺得 有一點小難過 對啊 因為未胖其實 對因為未胖其實很有 嗯 喜感 嗯 吉祥物的感覺 對對對對 然後之後FUNQ加入想說 嗯 宇宙人會不會變得 不太一樣嗎 不現在學長也是吉祥物 喔對耶 現在大家就是 就是整個宇宙人變得非常的完全體 對 而且他們在11月15號也釋出了他們的新歌 就是藍色的你 對 這一首歌剛好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影集版 嗯 的插曲 嗯 那其實在看劇的時候很多人聽到說 欸 這是宇宙人的新歌嗎 對 就眼耳尖的網友發現 對 然後大家就很期待要敲碗新專輯 對 所以現在也同步釋出消息給大家 宇宙人005專輯 嗯 那他們先釋出了這首藍色的你 所以 如果喜歡宇宙人的朋友們 可以期待一下他們的新專輯 就是我 我超期待耶 所以妳從以前就是宇宙人的粉絲嗎 算是耶 就是他們出的歌我都會聽 很多人就說阿葵結婚了 就是大家就很驚訝這樣子 對 然後很多人那小玉結婚呢 不要逼人家啦 一大堆人會失戀吧 我們都祝福祝福 真的祝福嗎 其實阿葵結婚我比較爽心 喔真的喔 所以小玉跟阿葵妳比較喜歡阿葵 對阿好帥喔 喔 尤其是你看到他們現場 你就會不自覺的目光被阿葵吸走 我覺得他們在舞台上就是很動感 就是 很有他們的魅力 就聽宇宙人的歌就是會想跳舞 對會搖擺 對妳個人在下面的時候 妳就覺得欸 就是好像不動起來 就是妳會很不自在那種感覺 對啊我真的很喜歡聽他們現場 對啊恭喜阿葵 所以有機會希望可以再去參加他們的演唱會 對耶期待他們的新專輯 今天是11月21號 哇11月底 欸還沒下禮拜三十月 欸2021真的欸即將要開始倒數了 好快喔好快喔 因為現在周遭的朋友都會開始問說 欸妳跨年要幹嘛 已經開始問了 已經要開始揪了對不對 對 聽說跨年那時候什麼露營地啊 都全滿了 都全滿了 而且因為現在大家好喜歡去露營喔 對啊你不是也入客嗎 喔我12月還有一團啊 真的假的 對 你真的變成outdoorboy 沒有我我是去煮飯的 就是什麼什麼大帳篷啊 跟器材那一些的 與妳無關 我就是當個廢物這樣子 然後也好啊有人會煮飯 對我我我比較希望就是 我我我去煮飯 但其他東西妳幫我弄好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去煮飯這樣子 然後我去我去備料 然後我來煮飯這樣子 好 我是一個走那種風格的 我可以負責吃或收拾 這樣可以嗎 收拾我願意收拾 喔欸負責吃很重要耶 是不是 就負責把剩下的東西吃掉 OKOK 而且就很好玩就是 欸露營的菜單可以怎麼想 因為露營的話一次可能就是 十個或十五個左右 對人數會比較多 對人數很多那你要怎麼攜帶 那可能早餐你要怎麼準備 煮稀飯嗎 吳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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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鍋會比較方便嗎 或是烤肉 對或者是烤肉 烤肉一定比較方便 可是那些食材的攜帶跟處理 在露營的地方方便嗎 真的耶 對 那第二天早餐又要吃什麼 好煩喔 可以不要吃嗎 對就是又要吃什麼呢 那是不是只能煮麵 或者是什麼類的 因為煮飯你又要帶很大的鍋子又很重 對啊 對這些東西都要考量好 好麻煩喔 還蠻好玩 還蠻好玩的 所以我現在就跟我朋友在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煮什麼要吃什麼 然後預算怎麼樣不會太高啊 對還有預算 要考量 對還有預算 飲食的預算 所以其實露營最喜歡去Costco 對啦 因為Costco有非常多 就是很大量的東西 種類多 那個量也大 對而且冬天要到了 冬天露營 我有點沒辦法想像 或是有什麼樣的感覺 光想就覺得很冷 我為什麼要睡在外面 家裡這麼溫暖 我可以帶電熱毯去嗎 你要插哪裡 因為露營區其實都有電 然後他們都會 就是你要帶延長線啊 或什麼之類 然後接那個電 可是我怕電熱毯的那個電 沒有辦法負荷 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我覺得會冷死 暖暖把我趕快先推好 貼滿 貼的那種貼滿 現在有那種很多充電的 暖手蛋啊 對對對對對 現在真的好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那感覺很可怕 對啊 那種充電會熱的東西 就跟你手機充電會熱 喔好可怕喔 是不是感覺有點同樣的道理 我的手機就是 著名的很容易過熱的手機 所以冬天 冬天冷的時候你可以充電 然後摸 至於嗎 那哪天摸摸怎麼辦 怕死 對啊 好我們剛剛講到宇宙人 是 宇宙人阿葵恭喜他 那 最近還有一個喜事要好好的來恭喜一下 這個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喜事 而且有些人是說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對 怎麼說呢 呃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說是 嗯 是戲裡面的 喔 對但戲外也有了 喔 對 那先來聽這一首 堅甜降灰的歌曲 哈哈哈 你想聽這個嗎 你講的是另一個 我剛剛講的是另一個 哈哈哈 但這個也是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喜事 這喔 你看蘇珊瑪那天崩潰的什麼樣子 真的嗎 我覺得小松菜那還好 不是我 很多人的女神欸 極高有理子就繼續好好拍片 不要談戀愛可以嗎 哈哈哈 是從新年結衣結婚之後 林瀨瑪也是 就是好好 好好 要守護的人變好多 對 好好拍片不要談戀愛拜託 好我們先來聽這個是 堅甜降灰的歌曲 紅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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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岸 唱歌 母也 唱歌 用艙 小初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族や友達のこと こんな僕のこと いつも大事に笑うから 泣けてくるんだよ 何にもなかった空に ポツンと輝いていた ありがとうに変わる言葉 ずっと探していたんだ 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 一生そばにいて 一生離れないように 一生懸命に キツく結んだ目が 解けないように 固く繋いだ手を 離さないから 離さないから 来自於蘇打 煎甜醬灰 紅 對 因為其實 台湾人就叫 蘇打 蘇打 因為 煎甜醬灰的日文叫做 スタマサキ スタマサキ 對 然後所以大家叫做 蘇打 就是蘇打略的那個蘇打 這樣子 對 所以人家說 蘇打 蘇打 就在講 煎甜醬灰 這樣子 對 然後很有趣的是啊 因為 佐成健是他媽子嘛 對 然後 佐成健收到了 蘇打結婚的喜訊之後呢 是 他就用他的官方LINE 然後傳了一個蘇打 QQ 然後再配上一個眼眶泛淚 看起來很委屈的表情符號 對 對 然後之後 六分鐘之後再傳一個訊息說 很想祝福吧 然後又傳一個摸頭安慰 哭泣貓咪的貼圖 什麼意思啊 就是很多人就覺得說 啊 蘇打結婚了 大家就覺得 很難過 我覺得反而蘇打結婚 女粉絲很難過 真的喔 我覺得比起小松菜奈結婚 就是蘇打的粉絲好像比較 反應比較大嘛 對 反應比較大一點 就大家都說 佐成健在安慰粉絲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因為 劍田醬灰跟小松菜奈在 是在去年 他們因為電影 這部電影叫做現 然後進而相戀 然後一年之後 對 就是發布喜訊這樣子 是 他們好像2016就開始有合演很多部電影 嗯嗯嗯 好像蠻多的 聽說 劍田醬灰是對小松菜奈一見鍾情 喔 那麼久喔 然後一心就很想要趕快定下來 所以他們 其實劍田醬灰也才28歲啊 欸 他甚至跟我插一天 我剛剛查了一下 哇塞 哇塞 是個浪漫的雙魚座呢 沒錯 所以想要 他就說 視線始終離不開小松 呃 好肉麻喔 好閃喔 你們雙魚座 好肉麻喔 這樣不行 這個不行 但就是 恭喜他 因為他前兩天就宣布喜訊 隔天就有現身了 吳明子已經帶了婚戒了 哇 非常的閃亮 而且劍田醬灰最近演了很多電影 喔 是電影 對 像最近那個超立方殺陣啊 嗯 然後還有最近有一部 模仿犯吧 還是什麼的 嗯 我忘記名字 但這兩部在台灣有就是 陸續的上映這樣子 主角都是劍田醬灰 我這一次 很認真看他演的戲是那個 迪力 刪除人生 我是看教隊女王 嗯 然後後來還有 三年A班 還有 喜劇開場 啊 對對對 想不起來 一直在想片名 對對對對對 對 可是我其實老實說 我一開始對劍田醬灰 就是還好 可能對他的型 或者是對他怎麼樣 我就是我沒有非常的 注意他 直到可能三年A班 甚至到喜劇開場 就覺得 哇 他真的是一個 會演戲 對啊 我覺得他在喜劇開場裡面 算是很有他自己的魅力在 對 他就是一個頭頭在那邊 在裡面 但我覺得他演戲真的是還不錯 對 所以也 恭喜跟祝福 堅田醬灰跟小松菜奈 好啊 接下來還有誰要結婚 你都來吧 對 你剛本來要講誰 我剛本來是說要更恭喜的是 我們的嬌哥和梗柔 恭喜 這是 這算什麼 2022的寶寶 2022的寶寶 虎寶寶 對不對 屬牛虎 對今年是虎 虎年 明年要虎年了 對對對 因為他們好像 滿這個消息 滿了很久很辛苦 一直想要趕快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終於一過三個月就 來邀請大家祝福 這樣就是希望大家 而且是小黃瓜跟黃玉米 對 大家應該還不知道性別 對 所以就想說到底是 要叫小黃瓜還是黃玉米呢 我覺得都好 都很可愛 眼睛一定超大的 對 昨天收到喜訊 前幾天收到喜訊 就 喔 哇 超級開心 對 好棒喔 對啊 終於 嬌哥恭喜啦 真的是非常恭喜 真的很恭喜 很替他們開心 所以現在聽到的就是 跟劉毅 跟劉毅 為什麼跟劉毅 這樣講起來很奇怪 合唱的是 嬌哥寫的 嬌哥寫的 幸福離島 我從來沒遇過 陪我買下妝 包 好像兩身冰蔥 想像誰我愛 一滴還知其他 我終於等到 花兒四周都會圍繞里草 到的身邊總有一座里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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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答 你就是我的旅逃 我不需要愛情隨場隨島 只要愛我一起到老 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 你就是我幸福離島 我也數其實沒有你所唱的那麼美好 但是我為了你為了你 我樂意努力變得更好 愛你 什麼想你下班陪你 每天睡好吃飽 心情美麗陽光普照 我的自信站穩自己跑到 別人的眼光不必買單瘦 你過來一切都好 所以比起這便收 情緒又用不乖快 跟你衣服都一樣多 為了打造我們的我全部給我來收 說不完的對話 世界有變化 我從來能遇過 陪我買下裝風 好像兩身頂奏 又 mai 去剖 ض 揭護我 秋仲暄 等到 狂人思作都会围绕历草 脑袋身边总有一座礼岛 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 你就是我的礼岛 我不需要爱情随城隧道 只要安稳稳一起打包 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 你就是我幸福地道 你是我的礼岛 你是我的礼岛 你是我的解药 你是我的城堡 你是我的礼岛 你是我的礼岛 你是我的解药 你是我的城堡 来自孟耿如跟刘以豪 很像的幸福礼岛 而且耿如还对各大厂商们喊话说 拜托拜托让我老公早点回家 不要那么累 因为他有说就是滑孕到现在 他其实很幸运 就是身体上面没有其他太多的反应 不舒服不过就是一些比较忧郁啊 Lonely的感觉 比较强烈 而且上次耿如来电台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对啊 完全看不出来 你看到那么瘦 对 身感那么好 皮肤那么好 真的 羡慕啦 祝福祝福 祝福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瓦虎 我是胖小子 回见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瓦虎 我是胖小子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Vandy的新歌 这首歌叫做 跳舞的孩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首歌在昨天释出 刚好这首歌的女主角 也是主角 是我们的小松菜奈 大家就说这是送给小松菜奈的礼物吗 新婚礼物 大家听一下来自Vandy的歌曲 Odoriko 我觉得嘉宁的歌 和我上一位る 珍惜 rze 吃完畅 吱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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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 私 貴方似合ったの 夢の中に置いてきたけどね ねえ どうして私が好きなの 一度しか会ったことがないのにね 思い受けて二人でしてんだ 忘れない愛を歌う言葉 二人に貸して近寄った点だ 忘れない愛を歌うようにね 回り出したあの子と僕の未来が 泊まりどっかでまたやり直せたら 回り出したあの子と僕が被害者 空でどっかをまた手に歩けたら トゥルル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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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まりどっかでまたやり直せたら 回り出したあの子と僕が被害者 空でどっかをまた練り歩けたらな 時代に乗っている僕たちは 変わらず愛に生きるだろうな 僕らが散って残るのは 変わらぬ愛の歌なんだろうな 時代に乗っている僕たちは 変わらず愛に生きるだろうな 僕らが散って残るのは 変わらぬ愛の歌なんだろうな 來自於ヴァンディ的新歌 オトリコ 跳舞的孩子 這種中間有停頓的歌 真的是會嚇死 真的是 聽的時候很爽 可是有在廣播上播的時候 就我們自己 空白怎麼辦 趕快跳上去 不能空白 要趕快講話 然後結果就 呃 因為我聲音就 嚇完 因為我們現在是進行一個 在挑戰我跟胖胖之間默契的 一個錄製過程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 坐在空音台前面的 就是邊播歌這樣子 對 但因為 今天我們就比較特別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自然而然 坐成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是 因為我坐在對面 然後所以我播歌 然後我在空音 然後剛剛 因為他也沒有跟我說 歌要結束了 對對對 我沒有跟他說歌要結束 手忙腳亂 然後所以你會跳 再也拉下一點點 然後就被拉上去這樣子 拜託 希望我們今天整集可以好好的 發揮我們的默契 還蠻好玩的 不知道有沒有的默契 好 最近真的很多人結婚 來到一個結婚期 而且其實最近同事們也有 就是發出懷孕的喜訊 對啊 真的好 會大家開心 那你往前推算三個月 大概是八月的時候 就是疫情準備要結束的時候 什麼意思 你推算真的要幹嘛 在家沒事吧 有點害羞 可能就在家沒事 可是不得不說 真的是很多人就是 因為疫情一結束之後 馬上就結婚 或是離婚 因為相處時間多了嘛 要嘛就是在一起變好 要嘛就是在一起發現變差 發現不是 就會有一股分手潮 結婚潮 然後什麼的 因為我很常看Dcard 上面就會有什麼 什麼疫情 好想跟你一半分手 那是Dcard的深度 重度使用者 我沒有重度 就偶爾會上去看一下 最近大家聊什麼 但我想知道Dcard是一個什麼樣的模式 Dcard跟那個PTT 因為我個人沒有用PTT 我個人沒有用PTT 所以它是匿名 所以你都不知道 可是它不是會有學校嗎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露出你的學校科系 或是完全匿名 就算畢業還是可以用嗎 可以啊我畢業啦 但你畢業的話 上面也是一樣寫你之前大學的 對對對對 之前的學校 然後現在好像可以取卡稱吧 你Dcard的稱呼 叫卡稱 他們就叫卡稱 就是 好特別喔 大家可以追蹤你 但你就是實際上不會知道你真實的身份 哦 那也不知道誰追蹤你 對 跟你追蹤 哦 就是我覺得它還蠻 蠻顯露人性 它一樣會分版嗎 有啊很多版 超多版 它就是有什麼結婚版啊 它就是有什麼結婚版啊 感情版啊好笑的啊 咚咚咚之類各種 那所謂的什麼抽卡那是什麼意思 抽卡就是每一天你可以抽一張卡 然後這張卡你會看到它的照片跟一些它想要寫給你的它的介紹 然後如果你對這個人有興趣你可以送出交友邀請 哦 你就會成為好友就可以了解 如果它有送出的話你們才會成為好友 如果它沒有送出你們就沒有成功 就是有點像交友軟體加上PTT的感覺 有一點 哦 還蠻有趣的 因為那個卡就是一天限定過十二點這張卡就不見了 就會換新的卡 所以等於是你可以十一點五十九抽一張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後比如說你我抽到你 然後你有加我 可是我沒有送出邀請給你 十二點過後就可能你會收到email說 欸今天其實有淡江大學的什麼同學想要認識你 但哦 你們錯過了這個原本 好討厭哦 就已經沒有辦法再回覆的東西 但我還是要特別酸你一下說 哦要記得按送出哦 這種感覺 你就不小心錯過一個人哦 哦原來是這樣哦 對我還是會抽啊 但我很少送出邀請 好特別哦 好好玩 好好玩的機制哦 對啊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什麼結論啊 看一下大家聊什麼啦 對 對 然後最近一個話題不斷的新劇 哦 查金 這一部我看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在介紹的時候其實這一部 我們兩個都很有興趣 很期待 然後她的故事女老闆 然後她的場景啊 然後她的場景啊 服裝啊 對她的時代故事 對都很用心 對 但現在已經上在呃 11月已經在公視首播了 嗯然後Netflix上面也有哦 哦 今天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應該已經要再上兩集 應該要播到四集了 哦 是要一次上兩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目前我先看完了第一集 真的很有味道耶 哦真的 茶味 哈哈 完整呈現的那個時代的人 是怎麼生活的 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我們那時候面臨的一個很大的經濟危機 是那個時候要發行新台幣 哦 就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時代 哦就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時代 對 然後那時候的幣值是四萬塊的台幣 才可以換一元的新台幣 哇塞 就是那個壁紙差的很大 對 對 以前通過澎湯真的蠻嚴重的 嗯嗯嗯嗯嗯嗯然後就是 整個茶產業是包含茶農啊 嗯 制茶的人啊 搬茶的工人啊 師傅啊 整條線 就大家 怎麼辦沒有現金了 哦因為都被換都換掉了 又老舊 出事情了什麼什麼的 就開始面臨很多危機 我覺得第一集比較像是在介紹 呃人物啊 介紹時代啊 然後在ending的時候 會出現危機 嗯嗯嗯嗯 那開始你就要看這些主角們 要怎麼樣去化解囉 哇感覺 我感覺蠻好看 因為我蠻喜歡看這種 就比較偏向歷史 可是是商業 他在講 呃以前人是如何做商業 生活 對生活 那可能 因為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茶葉就是一個很盛行的東西 對啊為什麼叫茶精 就是因為那時候 茶就跟黃金一樣 對 非常的有價值 是以台灣引以為傲的產品 對啊對啊 外銷到全世界 到了現在 就是茶葉還是一個台灣很常外銷出去的東西 嗯 那他的歷史演變到底是怎麼樣 嗯 覺得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都可以去看看 我也蠻有興趣的 對啊 而且這是公事跟客委會合作出品的劇 嗯 所以裡面你可以聽到國語 可以聽到 主要是客語 然後也有台語 也有日語 也有英語 反正就是那個時代 各種語言都有啊 對 對 而且茶精的前兩集啊 首播平均收視率高達1.05跟1.01 超厲害的 是當日全頻道新製作戲劇節目的冠軍 那兩集總觸結人數高達64萬人 好高喔 就是真的很多人都在看 對 嗯 因為其實大家對茶葉其實 會喝可是不懂 應該說是有共鳴的 對 大家都對這個喜歡 對對對 然後對這個感到驕傲 你看我們台灣的茶就是這麼棒 對對對 然後就想要去看之前的這些時代背景 對 帶大家了解就是為台灣賺錢第一桶金的 茶葉大亨的一些故事 而且這裡面的卡斯真的是 哇 滿滿滿 主角的 蓮雨涵 對 然後還有溫生豪 對對對 喔還有剛出爐的新科士弟 新科士弟 那個士林 喔士林 對 雙料欸 士林也有演喔 有有有有 對 還有夏淨廷 對夏淨廷就是蘇妮養成績裡面的阿公啊 喔對 他這次也是演 已經變 也是阿公背的 對 然後大家最關注的是他出場的時候 他左手有三根超級長的指甲 他們說鳳爪 對跟鳳爪一樣 對 他其實也反映出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富貴的象徵 對因為你看指甲要留那麼長 他就不用做事情了 喔對耶 連換個衣服都不方便了 就等於是大家都要服侍他 所以這個討論度極高啊 就是夏淨廷的手 就是說他每拍一次那個要裝指甲就要花一個小時 那麼久喔對 因為你不可能套上去或什麼之類 他一定是化妝 對特效化妝 就是黏上去然後這樣子很長這樣子 嗯是一個很厲害的特效化妝師 像是俗女裡面那個運度也是他負責的 喔喔好厲害喔 真的厲害 我覺得就是很考究啦 裡面不管整個場景啊道具啊 因為很多那個時代很多人會穿那個麵粉袋做的衣褲啊 對啊對啊 就很滿滿的時代味 哇如果大家喜歡這種時代味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公視上會播喔 然後Netflix上也會上架 對啊 所以其實我蠻多平台可以供大家選擇 而且這個是同名小說改變的劇 所以搞不好你有興趣還可以找書來看喔 喔看書也會更有想像力 對啊 對剛剛你有想到說就是他在每一集的最後 都會有個案件發生 對 就是又讓我想到了真兇標籤 對 自己沒死人嗎 自己沒死人 可是 可是就是 那個 怎樣怎樣你好好說 那個 就是開始慢慢的有在摸透說 就大家可能會覺得 大家可能會猜說 喔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對 是不是他跟誰在串通好做了某些事情 嗯 對然後但其實他就是身邊的人到底是誰 就是已經開始有點故弄玄虛了 對我覺得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我覺得蠻可怕的 真的喔那你不能看輪到你了 我覺得很沒有辦法看那種就是心臟會很揪的那種 還好啦我覺得這個畢竟沒有那麼真實嗎 真實嗎 我覺得不太真實阿 是不太真實阿 然後你就會 然後你就會 真的是在看一場戲 可是現在 現在到 因為我現在追到第五集 第五集 有點慢慢明朗 就是說欸 好像哪些人有問題喔 到底誰看到了什麼 讓他有這個反應 對 那 怎麼會這樣呢 他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他那個鄰居太太齁 對 就真的很像輪到你了 裡面的某個角色 就是會有特別給他一些很詭異的表情特寫鏡頭 對對對對對 太像了 但你又猜不出來說他到底在想什麼 對 而且我覺得第五集最重要的關鍵是那張照片 哪張照片 他們他在監視器上看到就是 喔對阿 小孩然後就是他兩個小孩跟媽媽 在路邊的那個照片 那張照片是關鍵 那張照片是第五集的關鍵 對 就是好像看似一切合理 但其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說不上來哪裡不合理 有時候就會這樣子 就是 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你又說不出那個奇怪感 就是你會有盲點在 這種時候就是最可疑的時候 這個東西一定有問題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 前幾天我在吃飯的時候看了 只是在結婚 結婚申請書上蓋個章而已 嗯 我看到後面犯累耶 竟然 那一瞬間 新的這集我還沒有看 因為我就是 看完之後 看到那一幕 嗯 然後這個刷 然後眼睛就開始 突然就 犯累的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這樣有打到你 有耶有 有 就是夫妻之間的事情 有打到我 你知道你每個禮拜都這樣子 跟我預告號 我都好期待 好想趕快看 是不是 也就是因為這樣 讓聽眾們想要多去看一點 因為真的有慢慢推進了 而 這一部的慢慢推進呢 就會讓就是 那個 那個女主角 蔡敏 的內心又出現很多糾結 你知道嗎 一定的 因為她就真的是一個很想要幫助板口的人 對 可是又覺得 我自己的心意到底是怎麼樣呢 對我的心意到底是喜歡她呢 還是其實我們只是假結婚呢 對 我該不該喜歡這個人呢 對 就是一個 哇 好糾結喔 然後再來呢 又是最新的一集 OK 也一樣看到第五集啦 但我們播出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有第六集了 最愛 最愛 喔 第五集的最愛齁 喔 喔 那個 喔 最後 亞美德 你到底是什麼啊 就是一切真相大白了 可是 可是 每一個角色都會覺得 讓人家覺得很心酸 可是 有人被抓走了 對 好可怕 我看了覺得 真的是心情有受到牽動 好難過 我覺得超難過的 我覺得超難過的 而且會覺得 那個 代獎的心情 對 代獎是最糾結的人吧 對 我覺得最愛這個名字 取得真的蠻好的 對啊 對 一開始沒有想到到底為什麼是最愛 對對對 但就是 在你看每一個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那些關聯性 你就會發現說 最愛這個名字 真的是取得很讚 真的 對 喔 不找痕跡的進入我們追劇中跡 對 好 剛剛講到板口 對講到板口 信號的劇場版 12月24號台灣要上映了 是那個韓劇的signal嗎 對韓劇 日本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翻拍過日劇版本的信號 然後當時就是找來板口見太陽演那個主角 但我想知道信號在 你有看信號嗎 我有看 信號大概在演什麼 我看是韓劇版本 他其實是串聯了一些韓國很知名的社會案件 對然後 為什麼叫信號 是因為有一個對講機 他串聯了現在跟過去 喔 對那現在的這個年輕的刑警 可以利用這個對講機跟過去的一個資深刑警 對話 算對話 就他可以聽到一些線索 喔 對 反正就是有一點那種時間軸的概念 對然後他就要去找到線索 哇這種時間軸的都超複雜的 對 就是你得要看兩次在看東西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點無法好好的解釋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所以有點像是 假如說我現在的案 我必須要處理前一陣子都沒有解決的案件 我可能就會利用那個對講機 然後去問以前的刑警說 那個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記得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是在跟誰通話吧 喔 我印象中 喔 當然因為你就覺得一定是跟 當然覺得就是跟同 就是 同時 同時空的人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還能用啊 怎麼還會發出聲音呢 所以他應該是不能用的東西嗎 對啊 不太合理 就存在於現在是一個不合理的東西 喔我以為是那種手持的對講機欸 就是一個很大的 像黑金剛那種對講機 喔就是很舊的東西 對 但他突然有一天發出了聲音這樣子 對然後就串起了一連串的那個命案 喔 但這是劇場版的Signal 然後是日版的 就是即將要上映電影版 而且聽說板口在這部片裡面 首次挑戰沒有替身的動作性 天啊我好難想像 我們家板口要去武打了 喔喔喔喔喔 對耶 他明明就是這麼的 被稱為演戲男孩 演臉帥哥的他要去打 要去做武打片 而且被導演下令要渾身嗜血 好可怕喔 對然後又將那個疼痛的感覺表現出來 對因為他說想要讓疼痛更逼真 他自行討打求還原度 對而且他說他在北九州拍攝外景的時候啊 也練習好幾次從天橋上跳下來 哇賽 對 心想居然叫我做這種事 好可怕喔 就其實也很多就是不得了的經驗啦 對 算是他有一點跳脫以往風格的嘗試 嗯我覺得就是喜歡板口的各位 以及我前面那位應該會很期待這一部吧 對啊 但我個人沒有看日劇版的信號欸 因為韓劇版太升值我心了 有點難以跳脫那個感覺 喔我懂我懂 對對對 對所以但為了板口可以稍微去 有啦我劇場版我應該會看一下 劇場版 因為這一次原班卡斯有回歸 然後還加入了奈旭 奈旭也是在輪到你了裡面那個 就是我說很會做怪表情的那個角色 喔懂 對新生代演員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酷喔 怎樣 就是我覺得就是從韓劇然後翻拍 然後不管是日劇翻拍 然後日本電影也翻拍 因為代表這個劇本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是很厲害 才有辦法 真的有機會推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對 不管你看日版或韓版 我覺得那個劇本都很厲害 都可以去看看 對 如果喜歡這種比較 這算驚悚嗎 懸疑吧 懸疑 嗯 而且我記得我在裡面看到那個 資深刑警 有一段很揪心的時候 我也都快哭了 對 你說在韓劇的時候 在韓劇裡面 嗯 我很喜歡那個資深刑警 嗯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 嗯 就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現在要來聽 這一次的信號日本劇場版主題曲 找來了 Felm Out BTS現場 對 那也由日劇的主題曲之王 Black Number 為電影量身打造的這首歌 由BTS唱的 Film Out Film Out 君だけを拾い集めて繋げて 部屋中に映して眺めながら 込み上げる痛みで 君を確かめている 出掃來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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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光も盗も吸わないくらいに 腐敗した 目も刃も無い世界で 胸の傷を離さえた 並ぶフラットグラス 役割を出すこともなく そのままで 君に触れたままで たったと降り積もった記憶の中で 君だけをヒーローに集めて繋げて 部屋中に映して眺めながら 込み上げる痛みで 君を確かめている 正しくなくていいからさ 優しすぎる君のまま 笑ってて欲しかっただけ なのに そうなの 涙の量枯れるなら 随分 遅ればせながら やっと今 君の隣まで 追い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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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つけたのさ たったと降り積もった記憶の中で 君だけをヒーローに集めて繋げて 自由に映して眺めながら 何一つ消えない 君を抱きしめたなら 君が咲いたことまで その響きが 息を残して 永遠を彷徨っている 嗅いでしまった香りが 触れた熱が 残っているうちは 残っているうちは 浮かび上がる君は あまりに鮮やかで ああ まるでそこにいること 手伸ばしてこれで ふとき明かしまう 地球がらせく ぜひ また次回の 2個小時のゲーム そして 今天胖胖身旁 带来 1大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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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箱 1大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と君と地球から全部吹んで 軽くして浮いている ああ ここにいる 好きなものを燃やして 好きな景色を見ている ああ 地球光 解けて絡まる気持ち 壊れないで大事にしたいよ 本当は心細くて 本当は道に吸って 本当は伝えたいんだ 君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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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にサンキュータッチして 空に向かって飛んでゆく ああ ここにいる 好きな歌歌って 好きな人とキスをする ああ 地球光 本当は ああ 啊 知道から赤分眼 軽くしておいてよ 啊 ここにいる 好きな物を増やして 好きな景色を見ている ah 地球にThank you 達して 空に向かって飛んで行く ah ここにいる 好きな歌 歌って 好きな人とキスをする ah 地球航 ah 地球航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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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欢迎在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姿 听到这个声音 就很有辨识度啊 还是这么的青春 这就是艾维尔啊 艾维尔的新歌 Fight Me I say what you wanna say Done shoulda treated me right I gave you one chance You don't get it twice Ayo And we'll be together Never so baby You can bite me Don't hold your breath Cause you're still choking on your words Those things you said Forever and ever You're gonna wish I was your wife You shoulda held on Shoulda treated me right I gave you one chance You don't get it twice Ayo And we'll be together never So baby you can bite me I bet you chase me on the tip of your tongue Tip of your tongue Tip of your tongue I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a run Know I shoulda run Know I shoulda run I bet you chase me on the tip of your tongue Tip of your tongue Tip of your tongue I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a run Know I shoulda run Know I shoulda run Ayo You shoulda know better better to fuck with someone like me I might fight you Forever and die for your gun I wish I was your wife You shoulda have done shoulda treated me right I gave you one chance you don't get it twice I might be together never so baby you can fight me 來自艾維爾的新歌 By Me 真的是艾維爾的風格啊 完全你去看MV 連MV風格啦還有他整個人的樣子啦 還有這首歌整個曲風啊 一模一樣 我就說現在2021了 怎麼這些東西都有辦法跟2001一樣 他還活在20年前耶 完全沒有變耶 歲月在他身上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難道那個傳說是真的 現在出現的艾維爾其實是假的 都市傳說 大家都這樣說耶 但其實他有跳出來說 前陣子之前是因為真的是生病 所以一直就出來 什麼萊姆病的 對對對好像真的很嚴重 那前陣子出來了 然後發了一張專輯 那現在推出了新歌 By Me 而且這次的新歌是他有加盟的新東家 然後是跟他現在的男朋友一起 要出來打拼新歌新專輯這樣 我很希望他這張專輯可以推好一點 因為他上張專輯其實 我覺得是風聲大雨點小 就有一點想要轉型嗎 對 之前是那個在水下那個嗎 對對對 Above the water 對 也是好聽啦 對很好聽 但是就會讓人家很懷念以前的這個艾維爾 很搖滾的艾維爾 就是女ROCKER的概念 粗的眼線啊 對對對 然後那個煙燻妝啊 龐克衣服啊 對啊 但是也希望他加盟新東家之後 他的這張專輯可以在台灣又大賣 或者是如果艾維爾來演唱會我一定去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這真的是我們的回憶 會瘋掉 很多人都說他的第一首英文歌學的就是 Happy Ending 真的是我們的經典 我聽的是Complicated 對 也很好聽 都喜歡 真的是 When you're gone 真的是 好棒喔 Girlfriend Hey hey you 還有中文版欸 真的嗎 你有聽過嗎 Girlfriend中文版嗎 你有聽過嗎 誰唱的 艾維爾阿 艾維爾唱中文嗎 對啊對啊對啊 這我還真不知道欸 真的嗎 太驚人了 真的有 艾維爾本人嗎 對 還是替替 沒有啦 還是替替替身嗎 沒有他真的唱中文 好驚人喔 然後就大家都覺得還蠻好笑的 應該不能說很好笑 因為歌詞很特別 就是 你是我的女朋友 對對對 真的 真的假的 對 對 就是 什麼 Hey hey you you 什麼 我要當你的女朋友 有有有 Girlfriend 中文 音質可能會有一點點差 好 但因為蠻久以前的 很期待 來囉來囉 請你進去 3 2 3 2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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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段 就那一段而已 哇賽好驚人喔 嘿嘿 you you 你需要一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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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當你的女朋友 就是一個 好可愛喔 對 就是 很有誠意欸 對我覺得誠意十足 欸講到誠意 誠意喊眼神寶寶了 硬要 真的假的 對啊 天蠍寶寶 喔 他自從結婚之後 就沒有再發了 欸欸欸你太現實了 但這對他的印象 真的就是一直是 嗯 那個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但我一直還沒有去看 更早一點是痞子英雄啊 對對對 但我一直還沒有去看 再更早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要變成 硬柿子 而且男主角是楊明威 那時候的陳奕涵 演技驚人啊 他演一個就是 是驚人的好還是驚人的 驚人的好啊 驚人的好 所以後來我覺得 他被開始 只要去演這些都很不意外 因為太會演了 對 他真的很會演 那個哭真的是哭到你揪心 對 然後我們怎麼會在這個歌 對 聊這個 為什麼一直在聽這首歌 好好笑喔 太驚人了 好這首歌可以拉向 我可以改播成員 哈哈哈哈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 胖胖的 開箱嗎 呃 雙十一開箱續集 續集 對 喔因為我是前幾天拿到 嗯 然後 這個重量 很大一箱欸 對啊 他大概我沒有辦法 就是 大概三個美工刀成 兩個半的美工 就是兩個半的美工刀 然後成三個美工刀 對 很大一箱 開箱囉 好 要不要打開 他真的蠻大的 因為我是訂了一個鐵鍋 嗯 我是訂了一個鐵鍋 跟一個 還有鍋蓋 嗯 就是這兩個這樣子 喔 哇 哇 打開 然後 欸 裡面還蠻緊的 我們真的很實境 我剛剛問說 欸你有帶刀子嗎 我準備好了 專業開箱呢 噢 噢 噢所以你今天才做那一次吧 等一下 撞到麥克風 對 好 好 就先把它打開咯 好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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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一個 這個應該是鍋 蓋 噢 剛才說你拿出了一個ince板 跟我說鍋蓋 他真的是包得ổ好的 對啊 然後這就是 鐵鍋 哇喔 你可以拿來看他的重量 我還沒有把它完全 就是還沒有 蠻重餡 對 還沒有把它打開 挖到我的鍋子 對 真的蠻大的 因為它是鐵鍋 很重勒 對 因為我現在會 喜歡用鐵鍋的原因是因為 鐵鍋,就像我之前講的 鐵鍋其實只要它焦掉或什麼 你只要大火燒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清掉這樣子 可以可以可以,你把它撕掉 讓它拆禮物的感覺 這個是短餅的 短餅的平底鍋 那因為就是剛好在雙十一的時候 它有折扣 然後所以去買的 還是拿你自己來拆 因為它現在 我拆開外面那個泡泡紙 裡面的包裝 是個很有質感的牛皮紙 上面有一些印刷 還有很有質感的貼紙 這個私下我會不會只能放進包包裡面 對,我覺得你包不回去 對,就是我沒有辦法包回去這個 這個樣子了 但它真的是蠻重的 它應該跟我的兩公升水壺差不多重 就是鐵鍋的第一大品牌 我之前就一直看到就一直想買 這樣子 哇好漂亮喔 哇 真的很重耶 真的很重耶 它是真的可以拿來打的 它上面有一些紋路耶 為什麼 它是那個鍛造 它是寫熱斷血紋 應該是可以讓你的牛肉 或者是煎起來就是很漂亮的顏色 對,就是鐵鍋 我摸一下 對 哎唷 而且它的餅 小心你摸的時候那個油可能會黑黑 就是你可能會黑黑的手 沒關係吧 有可能 不要自嘲啦 不要自嘲啦 自從跟別人講比較好笑 它的餅造型很特別耶 它的餅做成這樣 因為它其實有分短餅跟長餅的 等一下 我們要當船地有點太重 因為這樣拿其實 喔真的很重 對啊 它其實導熱可能也其實也 應該蠻快的 然後呢 因為像那種鐵鍋啊 都要做 開鍋 跟回油的動作 對 因為開鍋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你在買鐵鍋的時候 廠商為了出貨 它在外面可能會有 就是會有一層 就是可能工業用的油 讓它保護了在 要保護它 對對對 在運送過程中不會撞到 或者是不會有什麼其他東西混進去這樣子 所以你在拿到鐵鍋的一開始呢 你首先要先 準備兩顆馬鈴薯 把它切大塊 對 之後呢 你要先把它鐵鍋加熱 鐵鍋的使用方法呢 是鐵鍋你要加熱到一定程度之後 再下油 喔是喔 跟不沾鍋不一樣 不沾鍋要先下油 才可以開鍋 冷鍋冷油 對對對 那這個是熱鍋冷油 下去之後呢 開始 然後跟馬鈴薯一起丟下去 馬鈴薯會吸它的那個油 對 然後把那個髒的油都吸起來之後呢 你就把 就把這個倒在一個碗裡面 對 然後 為什麼要兩顆馬鈴薯啊 因為那個大小它才可以整個覆蓋住 是喔 然後切大塊這樣子 喔 對 然後就是開鍋就是這樣子 然後 回油的話等於就是 因為它這種 加溫到一定高度之後 溫度之後 把油倒進去 你要把旁邊 都讓它碰到那個油 對 然後讓那個 給它高起來的地方也要 對對對 然後弄好之後呢 其實你的 你的鐵鍋 其實就會像不沾鍋一樣 啊 對 啊但 就是這樣 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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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用鐵刷刷 或者是 菜瓜布 就印的那面刷 刷到很容易就掉了 那有時候如果真的是那種燒焦到不行 焦到 其實你也是一樣用大火 大火燒 用力燒 用力燒 不管就 就不會燒 不會 它那個 那個 算是會被燒掉吧 喔會焦掉 對 它會整個焦掉 好酷 對 對,就是你要燒到不行,它會燒到一個變色,你知道嗎? 所以你一般在外面看到的那種,呃,大的炒菜鍋啊 原本,你都看到是黑色嘛 對 它一拿到其實是金色,銀色的 喔,是喔 那種鍋一開始拿到其實是銀色的 然後燒燒燒就變黑色 對,它一開始其實開過,它就用大火燒 對,把它燒燒燒燒 對對對對對,它才會變成那個顏色這樣子 對,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啦 但可能也是有一點的錯誤,所以如果你買鐵鍋要開過的話 還是去網路上看一下比較好 沒關係,你今天這顆鍋回家開開開 對,然後另一個呢,這個是我買的鍋蓋 鍋蓋 喔,這是分開賣的 對,這是分開賣的 鍋蓋 鍋蓋 喔,嚇我一跳,我想說沒有那個 我想說它的餅是斷了嗎 對,我想說它的餅怎麼不見了 但就是剛好符合啦 就是如果你要煎一些它可能會就是一次砰油的東西 對 對,其實就可以用這個鍋蓋這樣子 我看一下 鍋蓋就還蠻普通的 對,在哪 有阿,對對對 它是那種裝起來的 要自己裝 對,你要自己裝 OKOK 對,以上呢 這還有上次開的那個玉子燒鍋 這就是我這一次雙十一所買的東西 這樣你很快就收到了耶 還蠻快的耶 對阿 我覺得很快 我覺得那個貨運 沒有因為雙十一而延誤太多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都已經備戰了 喔對,有可能 準備好要打這場戰 對對對 就我的貨運阿 那些都已經通通準備好了 所以就算貨再多 我也不用怕阿 就是人手不足的問題出現這樣子 我今天早上去便利潮商的時候 就排隊要結帳 然後突然聽到店員也很煩躁 就說好像前面買東西的客人就說 他順便要取貨 然後店員好像有跟他說 可不可以就是晚一點再來 晚一點再來 我們才剛到店裡三百多件 我們要怎麼找阿 喔對耶 最近看到就是非常多的貨都堆在 就是可能不管是便利商店阿 對便利商店阿 或者是什麼的 或者是座位區阿 那種全部都堆著 甚至有一些都還在那個櫃台那邊 都還沒有 我們家大樓 大廳也是 滿滿的紙箱 那個真的好可怕阿 那大家購買力很強 所以阿 如果你在人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就盡量不要去返店員 對啊 就大家都很辛苦啦 對對對 店員是很辛苦的 多一點點耐心囉 嗯 沒錯 就將心比心的概念啦 也是 所以以上是今天 胖胖 胖胖的開箱 恭喜你都收到了 對 然後阿我想我想播一首歌 因為我們剛剛在聊就是電影嘛 那也講到就是 咒術迴戰 咒術迴戰 零 準備要在12月24號上映了 喔也是12月24欸 對也是12月24號 這是在日本要上映 對 那這一部的主題曲呢 也在同時代 同時代公佈了 那就是由新生代的搖滾樂團 就是金君所獻唱的主題曲 一圖 對那這首歌其實 呃完整版其實還沒有聽到 嗯 對但我現在想先播的是這一首 就是咒術迴戰的主題曲 對這首這首歌叫做 它叫回回奇譚 對是由Yves Yves所唱的 那這一部呢 其實它是在講說 咒術高專二年級 有一位叫做 呃疑谷幽太 他的故事 嗯 因為其實在學校裡面 總是會有一兩位 就是很強可是一直沒有出現的人 對 對他就是那個人 嗯 那他在近期在漫畫裡面 已經有登場了 嗯 可是在電影版呢 就是在演說 他的能力為什麼那麼強 所以他變成主角了 對在電影裡面他是主角 就不會是 我們一般看到的那個虎杖 嗯 那個主角這樣子 那這一部裡面的主角就是 疑谷幽太這樣子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說為什麼那麼強 嗯 然後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以前的大家很熟悉的 五條物到底是怎麼樣子 是 對就在這部電影裡面都會出現 相信 咒術迴戰的粉絲們一定很期待 我超期待的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主題曲 回回其談 回回其談 只會 呪い呪い呪われた僕の似合いを想像して 走って 転んで 消えない痛み抱いては 世界が待ってる この一瞬を 啊 啊 情情的感情が偉いでいく場で 啊 順々に従った結果伸ばつ 視線確かんない愛に無情気 声も出せないまま 啊 愚愚な誓いの泣き焼き夜行 啊 術繫ぎ泣くの果てまでも 極楽往生現実欠ってないで 命を投げ出さないで うちのものさに浸った どんな顔すればいいか 分かんないよ 今はただ答えてくれよ 五乗は退転 五乗は退転 不確かねえ声を紡ぐハイデア 相対して回る感情線 その先に今立ち上がる手を ただ追いかけて ただ追いかけて 誰よりも強くありたい これが君の運命する 今はただこの暗闇 夜のどこに深い深い こっちこんで 歡迎在廣告之後 繼續回來 飛碟有完沒完 有完沒完 我是洛湖 我是胖小子 剛剛開箱完了 胖胖收到新東西 對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其他東西 對 開箱我們目前還 沒有辦法去的新店面 這什麼奇怪的開箱 看到了那個文章 傳給胖胖 我就說 真的好想好想 我想去日本 對 我是已經想去到已經無感了 我是想去到快崩潰了 但因為近期真的是有些 假如說你真的是要出國的話 就是好像目前有些疫苗是可以出國了 但這些詳細的東西可能還要上網再去查查看 大家自己查清楚 這個我們很負責 而且我這禮拜打疫苗耶 第二季 對對對 但我們錄音的時候我還沒去打 所以還沒跟大家分享 我想必 你應該不會有什麼事 可是很怕就是 因為人家說 你打的是AZ耶 可是AZ第二季人家說還好 可是我很怕說 因為我第一季沒什麼事情 你第一季就沒事 第二季怎麼會有事呢 我不知道耶 其實這種事沒有這麼絕對 很難說 搞不好是我那個時候運氣好 或是我那個時候其實身體很差 所以不會有白血球突然 出來抵擋之類的 該高興還是 都不好說都不好說 下禮拜再來分享一下 下禮拜再跟大家分享 打疫苗 去世 有去的事 好好講話 去世 我本來想說去世怎麼了嗎 就是有去的事啊 突然一聽會嚇一跳 沒有沒有 打疫苗有去的事 好的 對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開箱這間店呢 很特別 它是堪稱是平價版的Muji 而且它是大創新的副品牌 大創新的副品牌 大創就長那樣 它的副品牌能長怎樣 應該說原本的大創 你會覺得啊五顏六色 五花八門 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然後不太貴這樣 對 那它的副品牌也是要走一個 不太貴的路線 不過呢 它整體的那個商店商品的設計 是要再走一個比較 簡約 簡約 統一風格的感覺 難怪會說 看稱是平價版的Muji 對 風格真的是蠻像的 以我們目前看到的照片 對 這個副品牌叫做Standard Products Standard 標準商品 應該就是它走一個很統一的規格 很簡約的風格 讓大家看起來有一致性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價格就是走一個很親民的路線 大概在110到1100日元之間 而且其實不算貴 1100日幣其實換算成台幣 其實以現在的匯率 算起來大概是 現在馬上算 好 因為畢竟現在 現在日幣真的是跌到 你是買爆了 也沒有到買爆 欸不到300塊欸 好笑喔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對啊 有時候東西太便宜 你反而會覺得可怕 嗯 因為像MUJI來講好了 對於台灣來講 平價版的MUJI 我覺得有點像是以德利 嗯 的那種感覺欸 就是有品質 嗯 但價錢也不會真的很便宜 但真的比MUJI便宜 嗯 那選項又多 嗯 對那不知道這個 Standard Products 之後會不會有機會來台灣 不曉得 但是他就會說啊 希望來台灣不要什麼 日幣當台幣 哦 對 台幣當日幣 對 價錢啦 價錢 想到從日本來台灣的東西 還有 我要把Standard Products 丟到一邊去 好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我這禮拜呢 因為剛好有假 我就休了一天假 對 那休假的時候我去哪裡呢 去哪裡呢 我去了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等一下 他轉不過來 你看一下 寶可夢即幻是卡牌遊戲25週年紀念活動 沒錯 去拿卡牌 沒有沒有 我去拿卡牌 我去拿卡牌 所以那個不是 因為他在11月11號開始 嗯 在北中南三個地方會有三個 就是台北台中跟台南 嗯 會有一段時間 像台北是11月11到11月129 對 他在信義星光三月A9的地方 嗯 他的9樓還6樓我忘記了 就是一個平台 嗯 那邊呢就是展受了滿滿的寶可夢卡牌 喔 那你只要去現場呢排隊 你就有機會可以拿到一張 所謂的生日皮卡丘 就是這一張 啊也太可愛了吧 他很可愛 他的標題是 空格空格空格的皮卡丘 你可以寫上你的名字 那那張圖的圖案呢就是皮卡丘戴帽子 生日的感覺 對 一個生日蛋糕 而且很可愛 你看下面的招式名稱 他就說如果今天是持有這張卡的人的生日的話 嗯 那你可以值一名硬幣 那只要硬幣是正面 你就可以加50點的攻擊 哇 很可愛 雖然這張卡在現在遊戲不能用 可是他就是一個非常可愛 非常具有紀念價值的 對 那你在右下角呢 你還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寫上你的生日名字 訓練家 然後跟生日日期 這樣子 訓練家幾年幾月幾日出生 對很可愛 那這一次你只要到現場就可以 呃換取到一張這個卡牌這樣子 好可愛喔 對那現場也有非常多活動 像是寶可夢機台 嗯 就是 迦雷 迦勒 迦雷勒還是什麼 我忘記迦勒勒還是什麼的 嗯 一個卡牌 一個機台的遊戲 嗯 對然後你可以試玩 試玩他才幫你蓋一張 蓋一個張 對 然後現場呢也有 你聽懂 寶可夢劍盾 的試玩 試玩也可以蓋一個張 嗯 對 那他也有一些像卡牌的試玩教學 對 找你完成也可以蓋一個張 嗯 那另外呢你可以到現場去找人家對戰 贏的話可以蓋兩個張 輸的話可以蓋一個張這樣子 是 那你蓋張幾點呢 你就可以換取一些周邊啊 不管是卡牌 或者是也換取娃娃 對 累的 其實很可 你有換到什麼嗎 我還沒 因為通常呢第一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我十點去排 他十一點開我十點去排 我排到第三排 哦 已經這麼多人了 前面已經非常多人在排隊了 是 那就是為了換取 就是你十點可以換到就是比較 在更 呃稀有的特點卡 對 所謂的特點卡就是在 比較特殊的場合才可以拿得到的卡片 這樣子 嗯 對 通常都是第一天先去湊滿十點 那再早一天去專門是早點去 然後就換牌這樣子 換禮物這樣子 那如果你單純只是想要參與這個盛事 那你想看看寶可夢卡牌 在中文化之後有推出哪些牌 然後哪些活動 嗯 或是你想再更了解說寶可夢卡牌 它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可以去看看 嗯 那現場也有販賣部 賣了非常非常多 超級可愛的娃娃 娃娃 對 那我會想到這一點是因為 他的娃娃都是從日本的 Pokemon Center 竟然 來的 對 我給你看照片 我真的很想去 我給你看照片 你看這些照片 哦 對就是他們 對而且你往前一張滑 它那個的封面 它那個照片啊 那個圖案根本就是從 日本的神力寶貝中心來的 對就是這個 就一隻非常大隻的皮卡丘 在牆面上 紅白底這樣子 對 寶貝球的底 然後皮卡丘這樣子 那現場也販賣都非常多的娃娃 而且價錢我覺得算OK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六日可以去排隊 你可以 你可以去排隊 然後去拿那個 可是通常六日人會很多 對啊 而且我們在排隊的後方 還有一個就是媽媽比較不熟 嗯 他就問我們說 欸這個要去哪裡排 嗯 對他就是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在念書 小朋友在上課 所以沒有辦法來排 所以就是 媽媽幫小朋友來排隊這樣子 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的 這些完全真的是我去 Pokemon Center一定會買的 對不對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是 有很多隻就是各種造型的皮卡丘 小雞 喔對 那裡面也有 那就是號稱就是從日本的神奇寶貝中心 所運過來的 欸他有一個超長的喵喵欸 對 好可愛喔 超級句話的喵喵就是很可愛 好好笑喔 那現在在大 不是大創 三創的六樓 嗯 也有一個官方的Nintendo 的 算是快閃電吧 官方設置的 裡面有蠻多 像是瑪利歐啊 或者是寶可夢啊 都有 那不管是娃娃或者是吊飾 裡面都有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喜歡Nintendo系列 或是喜歡寶可夢系列的話呢 這兩個地方 在假日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去 是 對那個拿卡牌 我真的是 我明天要休假 哈哈哈 可以我明天再 哈哈哈 對 真的很可愛 六日人會比較多 因為我去日本真的 就是會造訪各個 那個 神奇寶貝中心 對 我去過 京都的嘛 然後 北海道的 對 還有博多的 喔 還有各個機場的 因為在機場就會有 那個限定的 穿機長服的 皮卡丘 他的衣服上面 就會秀他那個 機場的名字 對 我只去過 大阪跟 池袋 我就去過這兩個地方的 畢竟我去日本還沒有那麼多次 然後他每間店都會有限定的 皮卡丘 對 像在京都的就是穿和服的 喔 你知道他每間店的店徽是長不一樣的嗎 店徽 嗯 他每一個店有不同的店徽 就主要是皮卡丘 對 可是像我記得像是池袋的 他旁邊是夢幻還是超夢的 真的假的 每一間都不太一樣 所以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也有些人會去搜集這些就是 因為我記得現場好像可以蓋章或什麼的吧 就會去搜集這些東西 然後就代表說你到了不同的神靈寶貝中心去 對啊 然後我們那一天也是希望說 如果神靈寶貝中心哪一天可以來台灣開分店 對啊 一定賣爆 拜託來 就算他直接是日幣翻過完台幣 我覺得一定買爆 我要考慮一下 他沒有很便宜 對啦其實沒有很便宜 可是 但真的太可愛了 就真的是 每次去日本的神靈寶貝中心 就會帶一些東西回來 帶一些東西 帶一些東西回來這樣子 欸真的好可愛 你說的就是這個嗎 對對對 真的好多喔 每一間店都不太一樣 那新開的店就會有新的寶可夢出現的上面 對 好可愛 很可愛 那這一次也是剛好是為了 剛好是在這個禮拜五推出新的寶可夢卡帶 就是金燦鑽石跟明亮珍珠這兩個版本 那是大概是 而忘記是幾年前 八年前還是十年前 推出的珍珠鑽石版本的重製 那在switch上面也可以玩 那這一次的寶可夢卡牌25週年的活動場地呢 它也有非常多的擺設啊或者是試玩 可以讓你玩玩看就是新的版本 那有喜歡都可以去看看這樣子 好的 我好像廠殺人上節目的感覺 對啊你超像 好我那個時候真的是一踏進 因為我就跟我室友說我要去排隊 對 然後他說好啊那你到現場你可以開視訊嗎 嗯 我就說我手不好拿我放胸前可以嗎 他說好 然後我一進去我就是 手都擋在胸前 好多喔好多層有沒有東西喔 那個那種悸動真的是你第一次踏進那個寶可夢中心 對 你就覺得哇台灣終於有這種展覽 不是就是很你看起來很廉價 他真的是很多是從很像是日本運過來的 嗯 然後他也有那種很可愛的背板這個 然後你也可以跟皮卡丘一起拍照 好可愛我要這個 對他就是一張很大然後鏤空的皮卡丘的卡牌 然後你可以站在後面跟他拍照這樣子 他的姿勢太犯規了 對他就是趴在那個 皮卡丘趴在窗台上的姿勢 對就是那個畫框上面 好可愛 卡框上面很可愛 你就可以在上面跟他拍照這樣子 那我沒有跟我說 你怎麼現在才跟我說 我想說對卡牌的事情應該還好吧 可是我想要買那些娃娃 而且我還不敢就是昨天發現洞 因為那天發現洞 我想說喔發現就是請家去拍這個東西 你就是休假還好啊 對就是我休假嘛 欸我有跟大家講過我去府中的那個 寶可夢的7-11 也是很多 對他就是從外面的店的那個 裝潢 裝潢 然後柱子啊什麼的都是 然後店裡面的所有牆壁啊 然後櫃位啊都是神奇寶貝 對 讓我給你看這個 這個是在出中文版的時候 有出過皮卡丘樣子的卡牌 喔他就是蒐集了歷代的時候 對就是他展出了就是 有出代皮卡丘欸 對就是中文版之後 有出現皮卡丘的卡牌 他都有在上面這樣子 喔欸真的好感動喔 超級可愛的 有這些我之前有在你手上有看到 對真的是很雜 所以你看起來就覺得喔好感動 沒想到台灣也有機會辦這類型的展覽 然後而且其實也蠻多是可能 我有看到有長輩去 然後跟那個皮卡丘的背板在拍照這樣子 我覺得蠻溫馨的感覺 這也算是陪大家長大的其中一個卡通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回憶 然後就是讓人家可以去放鬆 你可以去看看去玩 你也不一定要排隊 你可以跟著上去之後 你也可以拿了一張 到處拍拍啊 對拿一張卡牌 當作紀念 或者是你也想玩玩看說 欸卡牌到底怎麼玩 也會有人親切的幫你教學或什麼的 那 學會之後就可以跟胖胖打卡牌 喔對 但我最近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真的是在收藏為主 你很收斂欸最近 對因為最近畢竟就是 買了廚具 花了一筆錢 對就是那個輕重緩急 畢竟跟之前不一樣 之前真的是大買 是啊 最近真的是比較收斂一點 對啊最近看你很少買 對對對 但就是到了現場之後 也有一些販賣區的部分 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少女性會打爆發 好好你真的太像 太像業配了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業配了 對 但我們的夢想就是業配寶可夢 對 如果寶可夢廠商可以來的話 我真的可以跟你講兩集 我跟你說 真的我們真心在愛它們 米飛兔也可以啦 可以 米飛兔也可以 我最近買了一個米飛兔的外套 我今天沒有穿來 真的嗎 它黑色的 有點像你那個大衣 外面黑色 然後裡面內裡全部都是米飛 好可愛喔 等冷一點我再穿一點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米飛兔的啊 其實我從小就蠻喜歡的 然後就大了 就大家都會有一些自己特別喜歡的嘛 對 我就突然就是腦中就開始浮現米飛 米飛米飛 可是你在路上 其實最近還好 但以前真的很少會看得到米飛的東西 對 所以以前沒有這種收集收藏的習慣 對 但最近就是那些周邊啊什麼 開始越出越多 真的是越出越多耶 可能代理商有進來了 或者是 什麼狀況之外 或是各種聯名啊 快閃電啊 喔真的耶 好多啊 是不是也有 是不是也有seven或是什麼 也有米飛嗎 還是沒有 有嗎 那應該是沒有 我記錯了我記錯了 目前沒有看到 希望有 好的 好的 那就來聽歌 好 這是 皮卡丘之歌 很可愛的那個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 我會唱 你會唱喔 其實大家都會唱吧 就是 就在這首歌 聽完之後我們要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待會繼續回來 飛碟 有玩沒玩 我是胖小子 我是大家好 皮卡丘皮卡丘 我會唱啊 可以唱啊 我會唱啊 很難的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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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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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性 感性 對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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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